大家好,薛亮继续跟大家聊昆廷塔伦蒂诺指导的黑色经典 pop fiction低俗小说 这是我对这个电影归宿解读的第11期 上一次跟大家讲到Botch拳击手 在真打了一场本来应该假打的拳赛之后 仓皇而逃 跳入了一个拉丁美艳女子的午夜计程车 然后回到了她小女友 我之前叫,等一下我解释这个词 她这样的一个所在的汽车旅馆里 然后两个人亲亲热热也交换了一些信息 有这样的一场亲热戏之前的前戏 那在这场戏里头 我不是经常说Fabian是她的小女友吗 那也有网友指出来说 我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 没有婚姻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名分呢 觉得就特别不爱看这场戏 实际上我觉得 还是有时候我们应该不要下结论太早 那毕竟电影里头实际上有暗示 他们是结过婚的 Fabian的这个 应该是她的左手的无名指上 是有一个婚戒的 如果这个事情还能够改变一点点您的认知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上一次提到这个戏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事实 很多观众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Fabian 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怀孕再生 有孕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样的一个剧情的设置实际上就整个改变了我们上一次 以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戏里头的整个戏的一些构筑的意义的基础 那当然也就直接对整个这个chapter 整个这个电影中的第二章 The Gold Watch金表产生了直接巨大的影响 甚至赋予了金表更多的意义 那当然也就直接改变了影片的主题 对吧 很多人说 迪苏小说是一个混乱的 无序荒诞的一个巧合 然后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巧合 所以觉得特别好玩 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之后的一种虚空的 应该狂欢的感受 恰恰相反 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我发了一个动态说过 所有的真善美才是最酷的 最酷的永远都是真善美 和人的邪癖一点关系都没有 赶快放弃吧 好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徐亮 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 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泛文化的话题 探究人生的意义 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 希望你喜欢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 是一个急性的分享 所以说错说啰嗦的地方 请您见谅 上一次画面我停在这 Fabian 让他给他一个Auto Pleasure 用最带来的一种信上的一种愉悦 他叫他的名字 还是应该把这个声音带出来 看能不能听到 对不起 稍等 他说了几句法语 我上次也解释了 我的爱探险开始了 我上次也解释 说探险不只是说你尽情的在我身上探险 也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甚至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新生的生命开始 用Auto Pleasure 而没有用直接的传统式的插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性行为 也是因为他有孕在线 而不是说他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小女人 不是的 然后这个声音声就直接带来了一个声音的转场 还是那天的晚上 这是激情过后的时候 起伏镜头是从这样的一个非常凌乱的行李箱开始的 这个行李箱 当然后来也就是一个他们冲突爆发的一个物理起点 然后其实Butch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个身影 等于说女人一声身影 男人一声身影 就直接进入了这场 他们洗完澡 或者刚刚还在擦拭身体的时候 前景有一个橙色的毛巾 所以后面Butch将要去跟Fabian和好的时候 找了一个画的由头 Butch在洗浴间里头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觉得我的肋骨好像断了 断了一个 Fabian的回答非常意外 说是因为给我做口交弄的吗 然后Butch当然说 不我了 傻瓜用了一个retard retard就是你脑残 差不多 你怎么开玩笑的 当然是打拳打的 你觉得这三句话可能是废话 就是一个小小的莫名其妙的 只是一个风格化的东西 不是 在电影里头 任何一个好的电影 深思熟虑的电影的 任何的一句小小的这种交谈 可能都是有double meaning 甚至triple meaning 双重含义 多重含义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地方实际上 我是想这么解读 为什么说是肋骨呢 因为大家知道吗 在圣经里头的创世纪里头 上帝造完亚当之后 说那人独居不好 然后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那后来就是说 圣经创世纪第二章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啊 这就是这段话 我觉得为什么昆天要用肋骨 写这个东西 你说他对剧情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并不能啊 无非就是说走路稍微裂切一点 这已经能看到了 但是实际上这里头就是说 文学作品嘛 或者是任何文艺作品 他要表达一些作者的其他的想法 难道这个亲热这个事情 不就是刚才讲的 说男女要何为一体吗 因为他们本来是 本来就是一体 男人本来就是 人本来是一开始是一个 那从这个肋骨分出来 这样的一个女人 那刚才他们其实又从某种程度上 又重新的联合起来了 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古老的 集体无意识的这样的一种宗教情节在里头的 但Fabian为什么就说非常的 马上就怒了 后来说 Botch在这个时候就直接用这个 这个发怒是不是 就是头一次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意外 本来两个人好好的 而且这个小女人之前 表现的是一个极其小鸟 一人 然后非常温柔的一个人 你不觉得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而且他就是开个玩笑吗 叫你脑残 然后学了几句 Fabian那样的话 他就是如此的恼怒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说在剧本上 他为了后面人的怒气的这种积累 为什么要发怒 如何控制自己的怒气 都是有一定的回应的 同时可能有跟Fabian这个演员 他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 也许他自己眼睛分开的眼距比较大 然后可能从小的时候 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精神创伤 比如说小时候被人取笑过什么的 对吧 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别人他们的最在意的 有时候他们已经被伤害过的地方是什么 所以他们有时候的暴怒 我们完全未必能理解 你说Botch能理解吗 未必能理解 但是他就忍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他是非常非常具有忍的 他说嘿嘿嘿 马上就首先认错 我也不先问 为什么你要这样 而是说先解决情绪的问题 这个地方Fabian用了一句说 我讨厌 用了一个脏话直接骂自己的丈夫 骂Botch Fuck it 这个就是真是非常脏的一个词了 我就不翻译了 他说我特别讨厌那种 Mongoloid voice Mongoloid就是一种 民间对唐氏综合征的那些人的这种写称 这个是非常非常 Directory的一个 怎么翻译呢 就是真的是非常贬低的一种 贬 写称 但是Botch就比较克制 I take it back 但是他还是摔了一下门 他有没有情绪 有啊 就轻轻摔一下门 你说有什么用 他在里头没有做什么 摔一下门 对应就是后面要摔更大的东西 摔出来更大的动静 然后他摸摸这个毛巾是湿的 说哎用了一个特别甜的词 Miss Beautiful Tulip 美丽的郁金香小姐啊 帮我递一下那干毛巾呗 你看看他这个样子 还在那歧视心里头 还在那取笑他是Retard的样子呢 可能 但是他口头上就是 还让上他吧 他可能谁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脾气 哎 女人也很快原谅他了 爱玉金香比这个Mongoloid 这样的一个唐氏综合症 这好多了哈 这词 我就这个我就喜欢 喜欢呢 我就为你服务啊 你要是不说好听的 我就坚决不能允许你 我凭什么还你一边骂着我 一边服务你的哈 门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Fabian就 再次其实为自己的未来 做一个深深的一个考虑和忧虑啊 他说我们到底要 你看他再次说Butch 然后Butch回答说yes Lemon Pie 这个特别甜啊 刚说了一个美丽的郁金香 小姐 然后就是柠檬派 他这个花词还多着呢 Butch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峡谷柔长的男人 在昆汀的描述里头 他就是这个整个影片里头的英雄 最最最正面的一个英雄 虽然他的人物湖光可能没有 朱武斯那么戏剧化 但是也他仍然承载着一个昆汀所来的那个地方 田纳西美国中西部的那样的一种精神 从他的那个角色的last name Butch我跟大家讲过了 Butch就是一个传统的对雄性气概很明显的男人的这样的一个词 那个词本身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然后他的last name是Koolidge Koolidge这个我上次在讲他们打拳的那个外头的广告牌上说了 那就是当年美国的一个保守派的总统 那个保守派的总统 当时倡导的就是说减税了 小政府了 要多给人民以自由 让这个生意要生养 休养生息吧 等等 这就是传统保守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看法 所以你看昆汀好像混在好莱坞 他走在很先锋的地方 但是他有一些保守的地方 是可能很多 我觉得美国之外的观众不一定能够理解的 这个时候其实波齿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对吧 I'm not sure yet 这和那个圣经上的亚伯拉罕又再次相似了 人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是end up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人生不就是这样 也就是因为这样 有时候我们才有寻求的更多的一个意义感 物之上下而求索 对吧 路漫漫其休远息 物将上下而求索 那去哪都成了 你说吧 这个我们这次反正是弄了点钱 但是没有那么多钱 让我们能够像华莱士先生那样 在LA搞一个大豪宅 然后甚至其他地方产业无数 那是我们没有办法挂着金链子 然后晒着太阳每天 那样的生活我们过不起 但是他在他眼中 就是那样的生活 Live like hogs in the fat house forever 那个并不是一个在他眼中理想的生活 他也以此来告诫自己 或者是劝诫自己的妻子 不要像猪一样的生活 那是一种猪一样的追求 好玩吗 其实最后不就是分分钟进屠宰场吗 对吧 你养自己养那么肥干嘛呀 那Fabian呢 在这两场戏 这场戏和下一场戏里头 都是在刷牙 不停的刷牙 等一下我再说说这刷呀 听他那个声音都是非常明确 除了是风格之外 还有其他的用力 那Boach说 我们也许可以去南太平洋的什么地方吧 然后这种地方可以挺好的 够我们活 活台不错 然后Fabian提了一个说 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去Bora Bora Bora Bora确实是在南太平洋 但是他基本上 其实在赤道附近 然后为什么他想去Bora Bora 因为Bora Bora这个地方 是官方语言 是法语 我们知道Fabian是法语 说法语的人 他是法国人 关于他的 为什么他是法国人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跟我说 他也许是Boach以前 可能在欧洲驻军 然后那时候柏林墙 也许还没倒 然后那时候 也许就认识一个法国姑娘 就带回美国来了 这是可能的 当然我觉得 影片里头没有这样的信息了 Boach对他们未来的出路 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和前一场戏 是有一点关系的 挺有意思 他说咱要不 搬到墨西哥去吧 对吧 或者是Tahiti 那也是太平洋的一个岛 搬到墨西哥 这个话 然后就跟西班牙语有关系了 然后 Fabian也接上了 我不会讲西班牙语 我明明是会讲法语的 所以我要去Bora Bora 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西班牙语 为什么跟前一场戏有关 前一场戏不是有一个从哥伦比亚来的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女司机吗 对不对 那个女司机也许在她的记忆残留里头 情绪残留里头 潜意识残留里头 波士还也许多多少少还想着那样的一个女人 可能她看到那样一个女人也觉得也许那样的她所来的地方也是美好的吧 所以她就觉得说没事 这显示了美国人的无知 或者是Borch这样的中西部人的无知 说Bora Bora那个地方也不讲Bora Bora话 人家那地方没有Bora Bora话 那地方就是要么就是图语 要么就是没有图语 那个地方就是讲法语 反正她就说西班牙语是特别容易的 然后她就开始去讲了一句话 说我不知道怎么发音 大概应该这个翻译是对的吧 鞋垫在哪里 为什么是鞋垫在哪里 就是还有我说的 她的潜意识残留里头 那个女人光着脚 她曾经也在那个计程车里头是光着脚 因为她打完拳 她一定是光着脚出来的 两个人同时在那个光着脚的一个出租车司机里 出租车里头深夜邂逅了 本来就是说可能她自己也觉得说 哎呀那个女人为什么光着脚呢 我应该去找个鞋垫给她穿上鞋嘛 保护她一个男人的一个本能 所以这句话鞋垫在哪里 可能暴露了一个男人这样的一个fantasy 一个幻想 她就把这儿以这样的方式去输出了 也许她输出的时候自己都还不知道 那发表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她说where's the shoe store 然后还挺在意她这个嘴里头刷牙的泡泡 吐了 还夸她 excellentpronunciation 然后清一惊 然后准备睡觉了 然后她在这地方说了一句话 说你学的特别好 你很快 you'll be my little mamacita in no time mamacita是怎么说呢 用中文最近有一个词还挺形象的 叫小妈 小妈 小妈当然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不好的一种 所谓的单美文学的一种 就是纯粹的是一种性幻想 就是对这个一个男人和他的后妈之间的 种种的这样的纠葛 但其实这个mamacita的这个词 确实和小妈的这个词很像 它是西班牙语里头就是讲 非常辣的辣妈的那种意思 就是说白了和英语中的melf有一点点像 你们自己尝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它是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性向的一种 侵略性的一种投射的语言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本来是双观说 你呢很快就可以在像墨西哥或者哥伦比亚这样的地方 成为一个辣妈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也是夸他吧 就是说你看你多美丽啊 然后多么性感 但同时这一句话 当然也是昆廷有意识的再一次 以这样的方式告诉观众 他就是要快当妈了呀 你知道吗 你很快就会当妈了 只是这时候Botch自己说的时候 他不知道吗 你再想想就是说我特别爱把Fabian和Mia去做对比 你知道Mia在和Vincent的约会回来之后 他在家放了一首歌 我也解析过 You will be a woman song 你很快就要成为一个女人了 成为一个女人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可以对一个你信得过的男人 打开怀抱 接受他 对吧 然后你要去面对这样的一种生命中 非常神秘的一种喜悦了 你要体验新的东西了 然后你也其实多多少少要独立了 你要离开父母和你的男人连为一起了 可是其实Mia从来没有享受过那样的一个遭遇 她还梦想的 也许和这个帅哥有过这样的一个情欲的交往 结果还没成把自己吐了一个浑身 饿里巴心的 对吧 在这个地方 她Fabian早就已经是一个woman了 虽然她看起来挺单纯的 但是她所体验过的事情 其实又要比Mia更丰富 而且她不只是说 You will be a woman song You will be a mother song 一个女人再一次要升级到 她终将在造物主的设计里头 她应该成为的一个身份 你看看这个时候 Fabian是多么多么的喜悦啊 听到这个话 因为她这个时候 她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她 但是她知道 Bots对她终将成为一个母亲是有期望的 这就是还是那个金表的意义 我这金表如果没有后代的话 传给谁啊 如果我有了后代 我丢了金表 我拿什么传呢 这是这段整个这段戏的意义所在啊 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可能想都没想过 这是真实的 这是无比真实的 我就跟你说 我不是还发过一个视频 我想跟大家解析这21个影片 你就想一想有多少个电影里头 你觉得说这个电影只是一个阴暗犯罪的影片 但它其实就是关于真善美的 想想七宗罪啊 七宗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很多人看完就完全没有想到 其实就是关于生命啊 关于布拉德皮特的娇妻肚子里头的那个孩子嘛 那个他有运在身的那样的一个设计 是整个那个影片悲剧的最核心的一个地方 那也是整个干探 摩根福利曼演的那个叫什么杜利德 还叫什么那个警探 他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嘛 对不对 你们有时间先仔细看一看啊 等我们回头讲完低速小说的时候 我要么会讲 There will be blood 血色将之 要么我们就讲七宗罪啊 但是都是关于生命的 难道如血将至 血色将至里头 那个其实非常苦毒的一个男人 这样的一个 Planville先生挖石油的这个大亨 他为什么变成那样的恶魔 难道不是因为他想要一些家庭吗 他对家庭那种渴慕是折磨他 然后让他患得患失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然后最终沦落到成为恶魔的一个重要的缘故啊 最酷的永远都是真善美 然后Fabian就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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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然后他继续又讲了一句 话 其实并不是西班牙语了 对不对 可是 Fabian就继续学不吃的话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这个时候心不在言 他怎么能听不出来这是英语呢 明明是在给你教西班牙语嘛 说明他心不在言 他就跟了一句说 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is it 当然 Butch本来就 没有期待这样的一个 他去学舍他这句话 他就用了一个正常的谈话的方法 说啊 该睡觉了 Time for a bit 这个节奏里头 其实是为了表达他的心不在焉呢 和 Butch的这样的一个神经上的大条 他在这个时候确实一天也够累了 经历了多少事啊 这个盘算这个们一个 把甲犬针打 逃命 在拳台上还有奋力搏击 然后刚刚又亲热完 对吧 太多 太累了 所以呢 他就刷刷刷 然后你看 一天结束的时候 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Jelly Bean Sweet Dream 做个美好的甜蜜的梦吧 Jelly Bean 我不是之前讲过吗 Fabian的名字是Being Grower 他是种豆子的人 小豆豆 这个是对的 这个翻译 什么叫小豆豆 小豆豆就是这个 Being Grower 在种出来一个小豆豆 还是跟那个生命是有关系的 然后Fabian 吐了之后 其实他这个时候在想 就说 也许这是一个 他刚才说 我做小妈妈 我的小豆豆 是不是该是告诉他的时候了 你看他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决定 就说我要不要 就跟他讲了得了吧 要不的话 你说这个小伪戏有什么用 你说他到底想跟他说什么呢 他过去一看 Botch已经真的秒睡了 累了 好可怜的男人 男人总是这么劳累 摸了摸他的脚踝 Never mind 你这个话怎么解释 他就是想跟他讲 我其实有身孕了 但是Botch没机会听到 另一个解读的方法 当然很多人就说 也是我觉得是可能的 就是Fabian 可能并没有拿下那个金表 而且那个没有拿这个金表 有可能是故意的 等一下我们再到后面去 慢慢的去讲那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就再一次转场 同样的景别 不一样的光线 所谓的还是创世纪的第一章 是有晚上有清晨 便是第一日 这就是上帝造物的七天 他在原文里头写的是 首先是有晚上有白天 这是第一日 或者有晚上有白天 这是第二日 它是那样的一种文法 这个地方非常像的地方 在于说我们听的有晚上 然后还是刷牙的声 早晨起来也是刷牙 刷牙 我在年轻的时候 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其实就20多岁 我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 我说难道是因为他给他 因为他们要交换这样的一个 Auto Pleasure 这样的一个口部的这样的一个性行为 难道是Fabian觉得这个味道很不好吗 他就拼命的在刷吗 然后我还曾经想过说 你知道昆廷曾经拍过一个那种吸血鬼的那种很另类的一个影片 和罗德里格斯 我还见过 叫杀出个黎明吗 这个我就想这是难道这叫刷出个黎明吗 是吧 Fabian 从夜幕降临的时候 刷到夜幕 不是早晨 这叫什么 清晨的木崖的时刻 然后这个时候电视里头放着那个声音 对吧 然后Botch就被惊醒了 所以Botch是某种程度上 也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怎么说 PTSD 这个创伤综合征 创伤后期综合征 你说他有没有上过战场 不知道 但是他会听到这样的跟打仗有关的这样的声音之后 就会让他做梦 Fabian 梦回头 这个地方的电视 首先后面也会被砸碎 这是个倒霉电视 这倒霉电视和Fabian的这种病治 包括电视 倒影里头有这样Fabian的一个倒影 我总是觉得这个不是真实的 这应该是后期做上去的 如果是后期做上去的 那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为之的一个事情 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对吧 然后Fabian说了一句法语 这词 意思就是shit Fabian不怎么说脏话的 真的吓了一跳 你是做噩梦了还是咋的了 看他是多么多么的在这个时候 非常非常的像林家女儿妹妹似的 非常的refresh的 和头一天晚上感觉就完全焕然一新了 不止 就开始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心里头不是特别爽了 对Fabian的怒气其实是开始要积累了 电视里头放的这个影片 我还可以查了一下 这是一个 也就是 他不是问吗 说你这是看啥呢 你想在镜头上屏幕时间上给这个电视里头放的这个电影 一个两个三个好几个镜头 这么长时间 对吧 是不能说没有原因的 那我就查一下是什么呢 是一个1970年的电影叫The Losers 就是失败者 是讲述了这个美国中情局 派了五个这样的地狱天使 Hell's Angels 那样的一个摩托党组织 把他们派遣到柬埔寨去 营救一个 其实是一个总统的顾问 因为这个总统顾问等于说被 这个共产主义战士给抓获了 在这个Fabian的眼里头 这部电影呢 它归类为一种叫Motorcycle Movie 这是一个摩托的电影 这个摩托当然后面会呼应 播出回来再回来Motel的时候 所骑的那一辆Z的chopper 那样的一个死家伙的哈雷摩托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电视再一次成为空镜头的时候呢 Fabian入镜啊 而且入镜之后在电视上的那个倒影呢 就是所有的这种恐怖的暴力的力量就朝他而去 又是爆炸又是飞车又是火焰又是枪什么的 你看这些摩托都是各种各样的 这当然最后把Fabian脱离险境 带他去他们未来的应许之地 极乐世界 甚至在这个世界之下 他们安全的那个家园 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去delivered 但是同时这个毕竟是一个战争血腥的一个暴力的场面 其实我们如果知道她是一个怀孕的一个女人的话 那不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邪恶的力量 在想办法破坏你可能美好的家园 在破坏着生命本身吗 其实邪恶就是对待生命本身的哈 永远那个我们当我们说邪恶的时候 他永远都是跟生命对着干的 无论是偷盗奸淫杀人 这是那个古老的世界上说的这些事情 因为生命是什么呀 生命不只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光之下 活到七八十岁一百岁死了这样的一个生命 而是说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这个永恒的生命是耶稣自己说的吗 我是真理生命道路 我是生命 上帝是生命 所以那个恶呢 所谓就是说恶魔是跟上帝作对的 也就是跟生命作对的 这些残暴的力量 其实面对的一个弱小的女子和她胎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一个最令人震颤 最令人厌恶 也最令人恐惧的事情 也是最值得正义的力量去征战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我们必须得保护弱小 我们要保护女人男人 对不对 保护女人 保护孩子 保护那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Fabian在这个地方入境 我觉得完完全全是这样的一个病之 然后但是Bouch这个时候 这是其实搅动他内心深层的一个动荡的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他要慢慢的理解 他的先祖之灵 那个战士之灵到底是干啥的 如果只是说打打拳娱乐一下 那没有所谓的一个为正义征战的地方 你和邪恶的力量 像华莱士老板弄一个这样的交易 你是用邪恶的方法去打败邪恶 因为你同时还不守信 你屈就于那样的一个黑暗权势之下 你跟他一起玩 最后你把他哼吃黑了 那叫黑吃黑 你的这个手段不好 就没有办法带来一个美善的结局 所以他最终在宿命里头 他是一定要遇到华莱士 再一次遇到华莱士 以至于他们一定要打斗 打斗到两败俱伤 然后被更恶的人去捕获 这是他理所当然要得到的一个结果 世界很奇妙 我们有时候觉得说 I can get away with this 我总是能够做这个坏事 不被抓到了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抓到的 哪怕你在这个世界你活的这辈子没有被抓到 你迟早也是要去偿还这样的一个你的恶行的代价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就是说你如果是犯罪的话 没办法 你总是要去付出代价 Booch在之前打拳的时候 他没有对自己做出来任何的救赎 因为你只不过是在一个 就权宜的手段 好像你得到了一点点好处 但是那个东西是给你带来巨大的不安的 因为你道理上说不过去 即使是恶人 也是道也有道 人家也会觉得你这事不对 可是他最终其实要明白 或者说在最后救赎华莱士的时候要明白 就是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战 我们总是有一些公义的原则的 我们总是要保护这个世界 不至于被这样邪恶的力量一点一点侵占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本来应该所占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吓跑了 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恶就去位部不前 甚至说不敢去跟他对抗 有时候我不是经常怼一些网友 那是我看来就是说是极端的邪恶和愚昧的 有人说你用愚蠢不好 是我就是要去显示 其实不是说显示那些ID和那些人 我也不认识他们 但是我觉得那样一个明显的一个邪恶和愚昧 应该被暴露出来 应该暴露出来通过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舆论 让那样愿意去这样行出来邪恶和愚昧的人退步 让他们慢慢的改变自己 这是我们的善行 怎么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好斗 你怎么那么爱赢 我赢什么 我不赢什么 我就是为了把这样的一个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摆在你面前看 希望就是说你们也仔细想一想 不是说我好斗 这东西是值得去把这个东西显露出来的 对吧 为什么要说话 为什么要说真话 一样的 这个时候他的脾气不好 是因为他多多少少在潜意识里 无意识上 他抗拒那样的一种为正义征战的一个东西 到时候情势是会把他逼到不得不去征战的时候 你看看继续这个电视上的这样的一个病治 just a position just a position 我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 今天 你看拿着机枪扫射 面对的一个弱女子 面对的是她的肚子 面对的是未来的一个生养众多的一种可能性 这就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戕害的一种 一种最明显的一种标志了 对吧 这个男人甚至就冲着这个女人就来了 这是他不想面对 不想思考的事 就和我们谁不希望岁月静好 谁希望天天出去征战 对不对 不是吗 这些事情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你不得不去征战 然后他虽然很生气 回到剧情层面 他努力的压住 他说这个话已经其实在judge他的太太了 这么大早晨起来看这种电影干啥了 把我吓得够呛 而且大早晨起来 我们就要面对这么痛苦的世界的现实吗 对吧 我们不能再逃避一会儿吗 让我在你的温柔箱里头 让我继续睡一会儿 后面连油画都是这个岁月静好的海滩 对吧 哎 躺下再睡会儿呗 发表继续刷牙 真是刷出个黎明 他还问他呢 说这电影到底讲啥呢 女人不需要直面那样特别残忍的世界 过去我们从来人类历史上常规 也是说女人不需要去打仗的 对吧 花木兰那是没办法 但是说我们倾向于不要让女人 让小孩去见证那样的人类最可怕 最残暴的那一面 不去说啥 我怎么知道你看的是啥 而且我也不想知道那个电影 那是我祖先曾经要面对的问题 我需要面对那样的问题吗 我生长在和平年代 对吧 我在好莱坞打打权 打打甲权也能生活 我需要去考虑那样善恶的事吗 是你在看的 不要问我 你看他这时候已经有点点怒火了 这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对吧 他还叫他imbecile imbecile 这个真就是傻瓜那意思 你做了个啥梦 不记得 不记得 其实你说他记不记得 或者是这种梦 你不记得 但是这是一个集体无意识 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 sonar or later 我们这个生命 我们就不可能永远是天天过着和平的生活 我们一定会有一天 甚至大洪水都会来的 这可能都是还是有什么最后的审判的 我们其实有一个生存性的焦虑 这东西 这在梦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revelation 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启示 不是我们不记得 而是我们真的不要记得 记得的话 我们还真的没法活了 可能天天天天天把那些噩梦记得那么清楚干啥 对不对 也是我们自我的保护机制 然后这女人的美好的另一面 就是Cheer him up 然后让他开开心心一点 你看看你这么grumpy 因为其实现在来讲 其实Fabian的希望 他心里头的力量比他还大 因为他身上有另外一个生命了 那是一个新的希望 跟这电视给了多少个镜头 然后最后就是Butch 要把他高举起来 摔得稀巴烂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我不能接受Fabian 面对这样残暴世界的一个事情 只是他摔的时候他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关于吃早点的事情 然后在这时候他俩又和好的不行了 Butch的一点点怒气 又被他的温柔所熄灭了 亲亲我就起床了 然后亲亲他 然后把他推下去 刚才提到早餐的事情 等一下还会在不停的两个人 好像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 说来说去的呢 吃当然非常重要 吃什么也非常重要 也表达着这个角色 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偏好 以及他们的社会阶层 甚至价值观 你想想Mia是吃什么 人家是去叫什么 Rabbit Slims 那么好的主题餐厅 点的都是五块钱的奶昔 Vincent都揣了那么多现金 都觉得说五块钱的奶昔 但是人家在这 汽车旅馆 五块钱 人家就可以吃个很好的早餐了 你看看到时候Fabian想吃什么 但是那样的幸福感 你觉得是Mia感受到的更好呢 还是Fabian的这种幸福 可能更真实呢 几点了 9点了 然后这是之前 头一天晚上的乱七八糟的地方 现在已经收拾太不错了 Fabian不是一个完完全全不organize的人 他昨天晚上不只是刷了牙 还把这个衣服还收拾了收拾了 他还是着急的说 也许我们早点就可以离开了 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 你不是也说了吗 让我把所有东西带着弄好 你是干那个大活的 那我作为女人我要把内务做好 Fabian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离家女孩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 还有时间 然后开始 注意这地方有些细节 非常有意思 不吃 你看看开始要穿什么裤子 继续chit chat 还是关于吃什么的问题 然后又叫他各种各样的甜美的称号 Lemon pie怎么样 吃什么 然后 他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事情上 也表现出来一个津津有味 对生活的热忱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状态吗 对吧 而且他要的不多 我就是普普通通的美国的这种食品 Blueberry pancakes with maple syrup 这还不是唾手可得吗 对吧 在美国哪有 只要有早餐的地方 肯定有啊 这个东西 他就喜欢吃Blueberry 等一下他继续说 X over easy and five sausages X over easy 就是里头流的汤的那种 那种煎蛋 煎得非常的 里头蛋黄还都是液体的 五根香肠 他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吃的呀 因为Fabian可不是为自己在吃了 你看他胖吗 你觉得他胖吗 窈条淑女啊 他身材很好的呀 不胖呀 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孩子多吃了呀 对吧 他头一天晚上在那个地方要黑着灯睡觉 也是怀孕之后就很累 总是要睡觉的 要多睡多吃 这是一个女性的怀孕之后的一种本能反应 你看他Bitch这个时候穿的是啥 当然这有一个连续性的错误 对吧 他拿了一个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短裤 对吧 是个长裤 结果再打过来呢 穿了一个短裤 但是这是一个 上身他穿了一个shirt 衬衫呢 对不对 然后他刚才那个拿的其实是一个西装裤嘛 是吧 对不对 西装裤 西装裤衬衫 他们是准备体体面面的啊 像一个商务人士一样的走了 本来 如果不需要征战的话 这就是和平年代的衣服呀 对不对 你看这时候Fabian还用 用了一句问话 叫什么 wow that looks nice 我平常不怎么看见你穿的衣服是这样穿的 我平常不都是看你穿这种夹克吗 这种吐了巴唧的夹克 对吧 一看就是平头小厚生 中西部来的吗 农民的吗 怎么穿起来衬衫 你看 不这也是 对吧 我其实也是穿上也挺像回事的呀 很好 你要喝什么 之前他问他 他现在回答 我要喝一大壶 orange juice 喝黑咖啡 然后还要继续吃块派 而且还是 还是蓝莓口味的派 是为什么 什么都是蓝莓口味的呢 因为可能就和他是法国人有关系吧 法国人其实更多的领域和过去 也是以农业为主的 法国农业过去也是非常强的 法国很多以前农民后来都搬到美国去了 我都认识一些餐厅的那种老太太都是一二战的时候来的美国 他们其实很多农夫的 然后也很会做饭的 他就是在想象他要吃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并置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 Butch在逐渐开始焦虑的心 他在发表已经整理好的这些皮箱里头 找来找去 突然之间来了一句 从这个他回到家到现在 甚至说在那个整个 flashback 小时候的Butch被这个上校给那个金表 到现在 整个影片没有提过任何 watch的事情 没有 一点都没有 Butch回 那天晚上 前一天晚上回到家 他们在亲热的时候 老是交谈过一些关于拿东西的事情 但是他当时说的是什么话 我们现在回去看一下 一切都顺利吗 还没结束 我看看 乃新一些 你看他在这说 他说 所有东西都拿了吗 我们再回到这儿来 但是他这一次问的是什么 他在昨天晚上 他有没有说 没有 You get my watch 没有 为什么是这样的 Basically 就是说 My watch The gold watch is everything 那个表示everything 而不是你这些东西 我们看看他后面的反应 然后他的脑在这时候 可能就开始爆炸了 Where's my everything Where's my watch It's there 在里头呀 没有 你看过 仔细看过了吗 这时候他的耐心 已经没有了 第一次用F word I fucking walked 第二个Fuck 他这个时候和其他那些角色 和Jules 和Vincent 没有啥区别了吧 对不对 What the fuck do you think I'm doing 他的温柔 他的所有的忍耐 他的所有那些 beautiful sweet names 没有了 急了 是吧 多么有意思 就是昆廷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是在于说 他观众可能 看到这个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都忘了 还有什么金表事 金表啥事 对吧 对 是这事 这不就是和Fabian处在一样的感受了 你跟我说那么多好听的咱关系这么好 说翻脸就翻脸是吧 一言不合 就开始F word就开始爆出口吗 然后镜头上当然也是往上 继续往上推 这个压迫感的在不停的 所以他知道那个表在哪挂的 对不对 但是你说他是故意不拿呢 还是真的是忘了呢 我们再去看看 看他的反应 如果他是真的是忘记的话 难道人的第一反应 不应该是说 和Butch应该是同步的呀 然而他没有 然而他在刺探他 他在观察 他这个东西到底 会不会发现 然后真的给发现了 他还在想办法去弥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单向的决定 在他们关系里头 这个事情其实是Fabian 非常不尊重Butch的一个决定 我们先假设的理论说 Fabian就是不想拿 如果是不想拿 为什么不想拿 因为金表 象征着 我就说 他不是一个岁月静好的表示 对吧 他那祖爷爷回来之后 打完仗之后 马上拆下来 扔到咖啡罐里头 那个东西是和征战有关系的一个记忆 那个东西告诉你时间紧迫 你要去 紧迫啥意思 就是有些事情你不得不干 那就是征战 我们恨不得忘掉时间 Fabian也恨不得忘掉时间 咱们就过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我们岁月静好就好了 对吧 不要当战士了 Butch 我知道你家祖祖辈辈都是战士 那不是死了一半吗 对不对 你祖爷爷没死 但你爷爷死了 你爸也死了 那轮到你 你不一定 这都half half 50% chance 你不一定能够活 我难道不希望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一直陪着我看着我们的孩子一起长大吗 这个Watch 实在是非常危险 你戴上就要去打架了 是不是 你戴上你就要离开我们了 你戴上我们就有可能死了 所以那个Cangaroo 一个两个全套的一个小袋鼠 就在那么明显的位置 然而他就不打算了 Fabian就想把这个留在自己的脑后 看看最好我能不能通过我的温柔 迎了他过来 让他忘记所有的过去吧 我能不能把他改造成一个新的人 夫妻永远 其实我们所谓的原生家庭 我们都多多少少成绩了一些祖辈过来的一些 其实是Spirit 这是一个灵 这是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所谓的精神 所谓的传承 都是看不见的 这就是灵 我们不一样的灵 其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互相的排斥 我们征战的时候夫妻之间其实就是一些价值的冲突 有时候确实是终归还是有对和错的问题 但是怎么能够在温柔当中去征战 这是夫妻的艺术 也是Booch做的非常好的地方 他有没有和Fabian那样的一个非常天真的 就是说我不需要征战的灵在征战 有对不对 法国当时的对德国那不就是随进随进随进 让割地最后不就是 然后很快就成了傀儡政府 很快就被拿下了 很快他们的美好的家园 他们的beam grower 他们种豆子的这些农民不就都离散了 跑到美国了吗 能不征战吗 对吧 Fabian就代表了那样的一个不愿意征战的 那样的一种女性的视角 Booch就是这种 我们对和错还是有的说的 我至少我现在不完全明白 但是我还是要做的 OK 那就开始先把这个摔了 Where the fuck is it 到底他妈在哪呢 这个时候Fabian可能意识到就说 看来他这个征战之灵 还不是我简简单单通过一个温柔的举动 简简单单的一个爱 就可以消除的 我没想到他的这个征战之灵 是如此的猛烈 然后他这个表的这个形状再一次 非常非常的像一个羊头 是不是 或者是说一种 也曾经有过天使的那种符号 类似是这样的 最后 他就用的这词非常非常不客气了 然后整个的这个态度 是他回到Motel以来 头一次是这样的严肃 然后他的整个这个镜头的构图 他已经到了这样的极端的边缘去了 也就是说Fabian被挤压的 这样的一个花外空间里头 他不准准备给他太多的空间去 没有太多的容忍的空间了 当然这地方同时还有一层喜剧的层面 他说 I don't have time to go into it 这当然是双关的 我没时间走进这个东西 again 这跟金表和这个人体的那个部位是有关系 but he went through a lot 这个是又很搞笑 真的 那个金表是在那个地方进进出出的 went through a lot 这也是是这样 是这么回事 然后他说 你看你带的这帮东西 所有的东西你点 直接拿火点了 我都没事 都没事 但是我specifically 我特别的提示过你 不要忘记the fucking watch 所以他头一天晚上 他用那个did you get everything the watch is everything 但写的真好 就是说你再回头再看一遍 那个用词啊 每一个这个剧本的台词都是精雕细琢的 真好 他还是不愿意承认或者是不敢承认啊 你拿了没有 I believe so 这是bold face lying啊 这是他真的是在说谎了 我觉得 但你要说他是一个另一种理论 他是就是忘记了 他忘记了 我是觉得说不过去 我觉得怎么也说不过去 我觉得我的那个理论可能我自己比较自洽一些 then I did 你这说啥话拿了就是拿了没有拿就是没有拿嘛 到底是怎么样 then I did 但是他拿了一个什么呢 我觉得他就是我不能承认因为这个东西太吓人了 同时说我拿了一些我认为最最宝贵的事情 我拿了你的孩子呀 我这是我我还拿着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他最后说are you sure 你确定吗 他说no 这个时候 连说无数个fuck motherfucker 然后拿起来刚才那个 屏幕上反射着美好纯洁的fabian的电视 摔下来了 他是个拳击手 他是个中西部的战士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女人怎么能够见识过这个东西 他怎么能知道他有这么大的能量 这么大的愤怒呢 do you know 这是他的本能 这是他的必须得学会去驾驭的所谓的武德 光有输出暴力的能力 你必须得有 还是我从来都是说 人男人特别是 不要想当个老好人 being nice 我觉得真的 being nice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面对坏人的时候你就 being nice 那就是软弱 男人必须得有输出暴力的能力 想办法去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家人 但是同时也要去学会驾驭自己的 暴力的 这是virtual 只有说德行能够去驾驭那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女人就非常的无助了 对吧 我不认识你的呀 他非常制怒非常的快 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 关键是我记得说电视里头还有一句特别有有趣的事情 还有一句说我们听一听 No 我不知道是哪一句 我记得我做了一个notes 就是说他们在说的一句话的时候 电视里头来了一句 My God 来了一句我的上帝 挺有趣的 他扔完这个电视砸了之后 可能多多少少就提醒了 就是说其实我还是得面临那样的一个危险 真正的为一个公益的事情所奋斗 在他现在认为 那个金表 那个具体的事情 那个具体的物件 是他要去努力去 寻回的目标 但是实际上他不明白的是 命运给他安排了另外的一种救赎的方法 也就是最后他和华莱士所面临的那样的一个局面 他那个时候的选择 我觉得那个选择 才是真正金表的意义 那个才是那个看不到的金表 那个行为和选择 才是真正让博尺寻回了他先祖之灵的一个重要的安排 好吧 他就说如果你要是没有把表带出来的话 他做到前景了 同样的一个镜头 说 也不完全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错 我让你已经带了那么多一大堆东西了 我是跟你强调过要带这个表的事 but I didn't illustrate how personal the watch was to me 这illustrate用的非常的有意思 again这里头有一个几句的一种腔调 因为illustrate就是说我们要用画面 要用非常具体的一个形象去演示他本来的意思吗 那怎么去 你他怎么要去illustrate这个金表是多么重要呢 首先那个意义本身是非常非常难以去用illustrate illustration的方法去讲 对吧 你说这个征战之灵 为了公益征战这个事情 你怎么去表达呀 没有办法去表达 你没有办法用任何形象去表达 如果你表达很容易表达成就是一个宣传的东西 propaganda的东西 对吧 扛上钢枪吗 然后那样的一个方式吗 钢铁猛男 那个根本就和要表达那个抽象的高尚的意义不相干 那金表本身的这个是多personal吗 很多人只是想着说 是illustrate这个事 那就就得他要把那个金表塞到自己肛门里头 然后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这东西多重要吗 啊 这当然是那个喜剧的那一面 但喜剧那一面的背后 为什么人们就不愿意多想一想 对不对 如果我真他妈那么在乎那表的话 我应该直接跟你讲 然后他说 You're not my mind reader 你不是那个阅读思想 Aren't you 这个话特别特别严肃 特别特别搞笑 就和父亲和和孩子讲一样 不过其实对他这个太太是有一点点跌位的 就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西西班牙语很简单的 说一下 This is a shoe store 然后What time is it 就是很像是说 当时亚当在命名完那些东西之后 也要教女人 就说这是我是怎么怎么叫这些东西的 我也要告诉你 这特别讲 他是非常非常有蝶味 你不是能够看懂我心思的人 对吧 他这怎么回答 说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制怒了 真正的 但是确实是Boch在这个时候 暂时的平息了他的怒火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觉得太不容易 看这个细节 他不是穿了衬衫的吗 本来想体体面面的走 本来我也想就是说 假冒为善的 混在人群里头 算了呗 反正我何必把自己搞得 好像我是那个救世主 我是那个牧羊人 我不是牧羊人 我没有必要去当那个假好人去 我干嘛呢 累 但是 道貌万人不行啊 看来继续脱掉 然后要穿什么 要穿上他 要征战的衣服了吗 然后他还在那说呢 温柔的心啊 说那这样吧 你自己吃早饭吧 他害怕就说你是要丢下我不管吗 我昨天晚上刚问过你 你真的愿意我跟着你走吗 特别特别专门的问了一句 这个地方怀疑就出来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你现在说这话啥意思 你是不真的又打算不带我走了吗 是不是嫌我是个累赘 嫌我什么都帮不了你啊 你让我 让你让我帮个忙 就最重要的事情 我还弄砸了 把你弄得这么生气 当然 我的理论 我是认为 Fabian 是明明知道就是要这么做 他其实蛮有主见的 波奇这时候 裤子要不是那个西装裤了 穿上牛仔裤 这是我的所长成长的基因 这是我的文化基因 我也是用通过这样的方式 这我要干一个苦活去了 我要去回我的公寓去拿表去了 这些问题昨天晚上不都问了吗 他们是不是在找我们啊 是不是很危险 是 他们找到我们会不会杀了我们啊 是 但是他们不会找到我们的 是的 那你现在 要主动让别人找到你吗 他说 That's what I'm gonna find out 那我得去试试看 如果他们在那的话 我不觉得我可以对付他们 人家是拿着枪的嘛 那我就会 Split 我就走了 他这个时候 当然从表面上看 他是在自己解释的 他是说 我看到这个表 我看到你的表 我以为我带了他了 但是非常抱歉 我觉得这个话 首先好像没有说谎 如果说从语义上 我看到你的表 我不想带他 我心里头也许觉得说我应该盖他 I thought I bought it 那也许他我当时灵魂出窍了 我当时 刻意的欺骗了自己 反正 不好意思了 你看他所有的衣服的选择都变了 为了去打这架 然后给他一点点钱 行了 你 这是个easy solution 你就吃你的 然后他说我要开上你的 I will take your Honda 这中文都没有翻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 take your Honda 因为回来的时候 他就说了 我的Honda 对吧 这是有呼应的 again Honda没回来 回来个chopper吗 然后他说 在你 什么时候回来 他的关切 对吧 Fabian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等你说 blueberry pie的时候 我就回来了 他是听进去了 他在整个那样的一个 寻找金表的过程中 还其实同时能够聆听 他的女人的说话 那也是真是厉害了 我觉得真是厉害了 我做不到 我是不是特别能够 multitasking的人 我要是就找我一个 觉得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太太如果跟我说这些话 我不会记得这些 这么细节的事情 他就是因为他说了两次 blueberry 他就能记住 blueberry pie 然后他也特别可爱 马上就是 马上就要说 意思就你别走 对吧 你可不要走了 你那个表有那么重要吗 能不能为了我 丢下你过去 你家族的那个baggage 那是一个重负 那是个负担 抛在脑后吧 从此之后 我们是一家了 何必呢 金表 对吧 也不至那么值钱 表蒙子都磨了 可能表都不走了 一个老古董 也不是那么稀缺 相信 经济价值 为零 就是你那点 你的那些 所有想 执手的价值 或者是网念 在我看起来 能不能放下 马上就是blueberry pie 这是他的坚持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Fabion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看起来柔弱 比Mia聪明 有心思 有主意多了 Mia是一个糊涂蛋 说白了 Vincent实际上是个糊涂蛋 说白了 这两个人 跟他们两个的对比 是非常有意思的 只是别人 就是大家 我们自己在judge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是 你看他们穿的什么 你看看人家穿的什么 你看人家多靓丽 人家多酷 不是的 我觉得酷的东西 其实在这些底头的对比 那个表面上的酷 是为了让你想一想 这个真的酷是什么 所以我发这个动态 我知道很多人很不开心 很多人退订 我发那一个一条动态 我说最酷的就是真善美 不是你们斜屁的这些东西 和你们一点这些斜屁东西 都没关系 很多人就取消关注了 挺好的 我觉得就是故意要过滤一些人出去 因为他们不明白 再见 然后他出来之后 所有的在里头很好的一个忍耐的东西 他还是要需要发泄一下 这是真切 但是你能责怪他吗 这其实是非常理想的男人的一个样子了 他再次说 我特别的提示过他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袋鼠上 然后他说 不要忘记我爸爸的表 他怎么就觉得说来说去是your watch my watch 那是我整个的家族的故事 好吧 我们今天就停留在这 下一次我们会跟大家好好地讲一下 为什么这幕戏最后停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他一定要停在离公寓那么远的地方 除了在剧情上的这种合理性的需要之外 他有什么样的一种背后的意义 他符号的意义是什么 他想真正表达的深层次的一个人 关于世界真相和我们内心真相的东西是什么 下次再见